市長加油 畫面上是市長謝國良帶著甜點 來到基隆市一郊大隊 感謝警察局交通隊及一郊同仁 這段期間執行行人友善的辛勞 目前取地建數已經有明顯下降 市長謝國良也與一郊討論交流 指揮交通現場所遇到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帶個飲料甜點 來跟他們問候也討論一下 那現在行人友善有一些成果 那也很感謝交通隊 還有一郊弟兄姐妹 大家都合力的來推動 那現在車子我覺得在基隆的文化上 其實是已經慢慢會禮讓行人了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現在取地建數是大幅的下降 幾乎已經取地不太到了 一樣的執勤人口 一樣的執勤的人數警員 現在的取地的建數 感覺只有高峰期的10% 左右而已 所以現在已經有很多禮讓 我們是希望行人也要開始改變自己過路的文化 對車輛 車輛對你有善 希望你要對他們相對的也要友善 跟這個配合整個交通動線的引導 剛剛一郊弟兄姐妹剛才在講 有些行人不聽勸 明明只有一個空檔需要讓車子疏倒 他還是要過 甚至還會對議警的一郊的同仁會不禮貌的舉動 那這樣子其實我們最近也都有採購 密錄器 讓一郊弟兄姐妹在執勤的時候 可以合法的執勤 維護自身跟對方的權益 根據一郊同仁的反應 目前多數車輛都會禮讓行人 但也需要行人配合快速通過路口 市長謝國良表示 預計在第三季調整策略 重點向行人來宣導 以提升用路人的安全維護行車秩序 現在是要宣導 行人也要有自己該盡的義務 行人怎麼樣有自己該盡的義務呢 行人要這個快速的通過 我自己之前就拍過一個短影片來宣導 然後行人要對禮讓的車輛要表示感謝 然後行人也要看路不要看手機 其實我覺得行人如果一直都在看手機 對他也安全 對他也不安全 對這個秩序也有一個很大的討論空間 甚至這是不是需要法律層面規範的問題 這都有討論空間的 基隆一郊大隊也希望能夠有更多人力加入 一起為基隆的交通順暢來努力 以上是這樣 目前一郊希望有看到的同仁 媒體麻煩幫我們宣傳一下 一郊現在有缺人 因為現在基隆又有很多重大工程 需要去執行 包括瓦斯管線挖 然後自來水管 然後我們看得到的愛山路那邊的人形橋 都一郊派大量的人去24小時的輪班 友善行人這個部分 每天投入就在尖峰時刻 大概7點到10點 然後下午是5點到大概7點 一次的人力大概都會投入20至30位人力 對 包含如果假日的話就會更多人 所以希望各界如果可以的話 多多支持一郊 市長謝國良相當感謝警察局交通隊 及一郊同仁 為打造友善路口的付出 也再次呼籲行人 過斑馬線不要滑手機 要快速通過路口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